花蓮国风国中中原国小美术班二二八年假期 是在松原别馆举行了花蓮县国中小艺术才能美术班的毕业连展 由国风国中打头阵四号室游 中原国小异议一一接力展出 带来了版画、水墨等类别的作品 展出日期到3月12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花蓮国风国中中原国小美术班二二八年假期 在松原别馆联合举办花蓮县国中小艺术才能美术班毕业连展 由国风国中17位学生打头阵带来85件作品 而四日起则由中原国小美术班接力展出 带来版画、水墨、立体作品等 即一期展出至3月12日 你们跟我们支持 很新的让我们的这伴小孩子们一直到走到这一步 那我也希望说 这些小朋友在未来可以有更好的条件 我觉得今年度的展览真的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 因为我们今年展出的内容跟去年的面貌差异得非常大 那我觉得更是我们中原国小美术班的老师们 跟小朋友一起很努力的在学习 然后一起在开发 然后能让自己的视角能够更宽广 然后他的这些视野能够更看得更远 所以请大家就是不要吝啬这些指导的语言 那还有鼓励的话 那让这些孩子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不断的去成长 中原国小表示 这届学生学习的三到四年时光 疫情是伴随他们学习成长过程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展览主题意义意义 除了呈现学生所面对的大环境 学生也都过作品传达潜在意义和想表达的语言文字内涵 且伴乡亲透过艺术的视野 聆听疫情下的中原国小美术班学生的艺术语会 接着长方艳华林师报导